准备开始本节课的一个内容了 那么首先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我们清真教育 晚上的一个付费试听课 我是本节课的一个收费老师 我叫自由 那么这节课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案例的话 就是教大家 简单的去识别一些验证码吧 大家在写爬虫的过程中的话 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些验证码 像一些什么图片的 滑动的 计算的 点选的 还有一些滑快的 这些都是可以的 好吗 然后的话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一个环境的话 是Python3.8的解写器 编辑器的话会用到PyChart 模块呢会用到Serninu 以及这个DDD OCR 这个模块 好吗 然后的话这两个模块的话 都是需要各位同学去安装的 去安装的 然后没有安装同学的话 可以自行去安装一下 还是比较简单的 比较简单的 然后的话我们今天主要会讲三个 一个是图片验证 比较简单 然后还有一个是滑动验证 还有一个是点选验证 都是比较简单的一些 验证码识别 我们首先的话讲第一个 拿一个图片验证码 图片验证码 给大家讲第一个 像第一种的话是特别简单的 比较容易的一个内容 我们对吧 在现实当中的话 会遇到挺多这种验证码的 像这种比较简单的 像什么数字的 对吧 混数字的 纯数字的 或者说英文的 然后加上数字 这种验证码是比较多的 也是比较常见的 对不对 那像这个的话 我们是可以直接使用到 人家已经写好的一个 开源的一个工具 对吧 像这个 就这个模块 对吧 这个模块 这个模块的话 你们可以自己去安装一下 教你们大家怎么去弄 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第一个案例 不会很复杂 不会很复杂 那么首先的话 直接 我们要去做一个 图片验证码的 一个识别的话 我们首先要读取文件内容 读取我们的一个图片内容 图片内容 像我们很多有基础的同学的话 读取数据 那这个就不复杂了 对吧 没有基础同学的话 他也不难 对吧 我们直接用一个open函数 去读取一下 读取的话 我们open打开 打开的文件 首先的话 我们要把我们的一个文件 给他给上去 就要告诉他 我们所打开的一个文件夹 是哪一个 然后文件名字是哪一个 我们是可以写绝对路径 也可以写相对路径 相对路径的话 我们就是img 然后呢 加上我们这个读片的一个名字 这种写法的话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 相对路径 对 相对路径 相对路径 这个当然了解一下 那绝对 什么叫做绝对路径呢 绝对路径的话 就是这样子的 对吧 你就是干嘛呢 这个就是绝对路径 好吧 给他讲解一下 绝对路径 这个的话需要讲吗 什么叫做绝对路径 什么是相对路径 相对路径的话 是相对于你这一个代码 所存在的一个目录 所在的一个路径 就相对于什么呢 相对于我们这一个代码 因为我的代码的话 是在这一个文件夹里面 那这个是我识别的一个代码 对不对 相对于这个代码 所在的一个文件夹里面的一个什么呢 img的一个图片内容 好吧 图片内容 懂得没有 绝对路径的话 就指定到某个盘 对啊 某一个盘下面的某一个文件里面的某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绝对路径 懂了吗 老师你这个拍 拍拍下的背景怎么设置的 拍下的背景的话 点击设置 然后外观 外观里面的话 有一个背景图像 然后这里的话 就可以进行一个设置了 好吗 这是图像 点击这里 点击这里 对吧 就可以了 挺简单的 挺简单的 OK 我们读取一下 读取出来 读取的话 我们读取我们的一个图片的话 一般都是一个二进制的 所以说我们以一个什么呢 RB的一个形式 RB 对吧 model一个RB 那我这里也写一下 model 等于RB 这个RB的话 是一个读取方式 就是以二进式的一个方式 进行一个读取 以什么呢 二进制的一个方式 读取数据内容 读取数据内容 然后我们把读取出来的内容的话 我们直接F点上一个read 好吧 F点read 读取内容 我们再用一个编量名去接受一下吧 用一个编量名去接受一下 怎么老打错 prenzeMZ 好吧 这个就是我们读取出来的一个数据 你看到像这种的话 就是我们以二进式的一个方式 读取出来的 它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图片内容 图片内容 那么去识别这一个里面的数字 或者说内容是什么的话 对不对 我们今天教大家的是用的这一个 比较简单的一个模块的 我们直接导入这个模块就行了 一个识别的一个模块 导入一个识别的模块 这是人家已经开源好的 开源好的 好吧 3.1是不是安装不了 不太清楚 因为这个模块的话 用的比较少 说实话我用的比较少 要不是我今天给大家讲这个案例的话 我一般不会用它 一般的话我不会用它 好吧 那建议的话 大家用3.8的一个版本 用3.8 因为3.8的话相对稳定一点 好吧 那么读取出来之后呢 怎么做呢 我们首先实力化一下对象 实力化对象 点上我们这个 然后我们再用一个什么呢 去接受一下 先实力化对象 然后再调用它里面相应的一个方法 哪一个呢 这个 好吧 调用这一个方法 把我们读取出来的数据传进去 然后我们再用一个结果去接受一下 其实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能够把这张图片里面的内容给它识别出来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这图片识别的一个内容的话 也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我们今天核心所讲的话 是滑动验证和点选验证 像这个图片识别的验证的话 就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内容 对吧 来我们这张图片的话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第一个 对吧 7364 对不对 它是不是就把这一个验证码的内容就给它识别出来了 那如果说我换成一个1的话 我也给大家试一下 这个0413 对 也给它试一下 好吧 这样的话 它同样也是能够去识别出来的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 像这个模块的一个缺点的话 就我们前面同学都说的一个缺点 它的一个识别的一个准确率的话 不是特别高 准确率不是特别高 不是很高 对吧 但是正常简单的使用的话 还是OK的 还是OK的 多了秒 好吧 这是关于我们如果说你要去做一个简单的图片验证的话 就这几行代码就可以了 这几行代码就可以了 多了秒 一行两行 一行两行三行四行代码 没有没有 好吧 抽象一点的就识别不了 抽象一点的话 如果说你想识别的话 最好还是干嘛呢 要么你自己去写啊 要么自己去写 要么的话就是用打码平台 多了秒 然后关于图片验证码这一部分内容有没有问题 还是比较简单的 有问题的话可以问一下 没有问题的同学可以 coco6 好吧 可以coco6 好吧 还是主要是给大家讲一个比较简单的 好久讲解一下使用csvc opencv是吧 可以吗 哦还是那句话 如果说你想要学习深入的内容 并且要学习好的一些内容的话 对吧 核心的支点 你可以选择付费 好吧 你可以选择付费 像如果说自己写的话 像用opencv的话 我们在课程里面会教的 你可以去报名付费课程学习 懂了吧 啊 rb是什么 rb的话就这个以二进制的一个方式去读取数据 r的话是读 b的话是二进制啊 是这个open函数里面的这个 读取的一个方式 它除了r以外的话有wxabt加u 这些的话都是可以用的 这是它原码 像b的话就是二进制的意思 它的话你可以翻一下翻一下 就是二进制 然后r的话是打开的 默认我们是一个r的一个方式去读取数据 打开 打开 就是相当于我们读取数据 这个意思 懂了没有 model的话就是它的一个模式 理解了吗 还有问题吗 还没有疑问 没有疑问的话 那我们这一块就过了 这是基本的文件操作 对的 这个就是基本的一个文件操作的一个内容 其实我们主要就是用了人家开源好的 就教大家这一个模块的一个简单使用就好了 好吧 ok没有问题是吧 好的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这一块代码的话就放这里了 放这里了 ok 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关于我们的一个 呃 关于我们的什么呢 来第二部分内容就是我们的滑动验证 滑动验证的话其实也很简单 滑动验证码 滑动验证码的话我所选择的一个案例是最近很多同学会比较问的比较多的 是一个什么12306的一个啊 12306这个网站的一个滑动验证 滑动验证码 呃 可以选择认为限外码的话你可以让他直接把这一个呃文件直接发给你啊 把这一个压啊就是那一个插件的文件发给你到时候你直接拖进来 或者说从磁盘导入这一个插件进去就可以了 好吧 ok是吧没有家同学可以自己去加一下自行领取啊 好的那我们这滑动验证码的话我们就会需要使用到一个什么呢 12306的一个模块啊 12306老师他有308的吗 有啊 12306的一个模块啊 12306这12306的话其实是一个自动化测试的一个模块 它是通过什么呢 通过这个模块 12306 然后呢去控制我们浏览器的一个驱动 然后再去控制我们的一个浏览器 其实有点相当于是什么呢 模拟人的一个行为去操作浏览器 好吧 去操作浏览器 像我们人为去怎么滑验证码的 对吧 我们自己如果说出现一个滑动验证码的话 我们要经过一个滑动的话 那我们用代码的话也可以去实现相应的一个操作 好吧 相应的操作 像这个模块的话 我所使用到的一个版本啊 记住啊 默认安装 306的话你默认安装 记住啊 默认安装是一个什么呢 4.0的一个版本 对啊 4.0版本的话 它语法上面会有点不一样啊 语法和3.0的不同 对啊 不同 然后我的话是用了3.141的一个版本 所以用了3.0的一个版本 对啊 所以说我们在安装的时候 你最好的话是加上我们的一个呃 版本版本号 指定版本去进行一个安装 好吗 指定版本安装 而且的话 记住啊 你使用他的话 一定要搭配着浏览器和驱动 你浏览器要有 你驱动也要有 你不能少一个啊 浏览器啊 我今天用的是谷歌浏览器 和什么呢 谷歌的一个驱动 驱动 那这个驱动的话 怎么去选择啊 因为驱动的话 它是有版本的一个选择的 怎么去选呢 我教大家一下 教你们一下 首先的话 你要看一看你自己的浏览器是什么版本 比如说我的一个呃 谷歌浏览器的话 是一个113的一个版本 那这是我的一个版本啊 我的版本 然后的话 你可以去相应的一个驱动下载的一个地址 网址的话可以发给大家 发给你们 那这是驱动下载地址 怎么去下呢 因为这里面的话 它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版本 根据你的版本号去选择对应的就可以了 如果说没有对应的 没有一模一样的 那你可以选择最接近的一个版本 最接近的一个版本 比如说我们这里 是吧 我这个的话是一个呃131 对吧131.0.5672 然后后面的尾数的话是127 那我们这里是不是前面大版本都是一样的 然后后面不是有小版本不同吗 那我们就选择最接近的 跟127最接近的话 如果说是按大的来算的话 我们就选择64啊 选选64 对啊 选择64 因为它是版本号是偏大的嘛 好吧 就选择它啊 选择这个63就行了 最接近的就可以了 多了秒 选择最接近的就可以了 和你的一个什么呢 浏览器啊 版本 最相近的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 你点进去去的话 它也有非常多的一个版本选择 有什么呢 有我们的一个呃 有有linux的 有苹果的 有windows的 有很多东西会有一个疑问啊 就是老师 对吧 你这里是64位的 但是它是这个是32位的 影不影响啊 这个不影响的 这是没有影响的 记住啊 因为它这个驱动的话 这里是32就是32没有关系 而且你不需要安装 我们点击下载下来之后啊 我们点击下来之后的话 你可以干嘛呢 然后它是一个压缩包的一个形式 zip zip 是一个压缩包 压缩包的话 我们需要给它进行一个解压 那么直接解压就可以了 打解压当张前位置 它会给你有一个什么呢 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啊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驱动软件 这个驱动软件 记住啊 不需要双击 对啊 很多同学看到 哎 点exe的 就默认的话 就想去双击安装一下啊 你下载好了之后 不需要的 下载好了之后 解压就行了 啊 不需要什么呢 啊 双击安装啊 不需要安装 对吧 千万不要安装啊 这个不用安装的 没有必要啊 没有必要 对啊 你下载了301 一堆模块 现在换30 哎 到时候自己再下一遍就可以了 你要移植的话 也能移啊 但是的话 呃 其实自己再重新下一遍也挺快的 OK 那么就来教大家一下 像我们啊 已经我们环境配置好了之后啊 配置好了怎么去用呢 其实这个模块 其实就是干嘛呢 模拟人的行为操作吗 我们人怎么去访问11306网站了 那我们怎么用代码去访问就行了 我们正常人的话 首先第一步是干嘛呢 打开浏览器 第二步访问网站 对吧 第三步啊 我们可以登录相应的一个账号密码 对不对 登录账号密码 然后第四步呢 是不是 登录账号密码之后的话 我们点击啊 点击一个登录 然后在这一步 然后在这一步第四步的时候 它会出现验证码 验证码 那我们在这一步的时候 干嘛呢 去做一个滑动的操作 就可以了 对了吗 好吧 那么首先打开我们的一个软件啊 第一步 打开软件 那么先导入一下模块 导入模块 import from Cernino import web driver 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的话 有什么问题的话 都可以问 都可以问 好吧 然后呢 web driver点上一个chrome 因为我们是用的是浏览 是谷歌连续器 然后谷歌连续器的话 很多同学会以为是一个小小的c 你这里不能写小小c 因为它这里不是有几个吗 那这个的话 有个这个 有一个这个 我们选择的是哪一个呢 选择的是它 选择是大c的一个c 如果说你在这里用的是一个小c的话 它是会报错的 好吗 它是会报错的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报错 那我们运行一下 你看它这里都有个黄色的 看到没有 它是会发生这么一个报错的 你这里的话得是一个大c的c 这是一个小的细节 大c的c 然后再运行 再运行的话 它就会自动帮我们把这个浏览器打开 好吧会自动帮我们把这个浏览器给它打开了 懂了没有 但是的话有些同学会在这地方会出现一个错误 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错误呢 我也可以给你们演示一下报错 给你们演示一下 我看一下 在这里 来我把这个干嘛呢 把这个给它删掉 给它删掉 来 我把关了吧 关了我再删 删不掉了 他说我后台在运行当中 如果说你的一个 如果说你这里的话 它其实是需要给一个参数的 是需要给一个参数的 在这个括号里面 这个括号里面需要给什么呢 给一个驱动的路径 驱动路径 你说老师 你这里为什么没有给驱动路径也OK呢 对吧 那为什么我要给呢 对吧 因为我不给的话 有两种写法 你是可以不需要在这里面加路径的 如果说 在这个地方有个小细节 就是驱动路径相关的问题 第一个 是什么呢 我的驱动文件 在Python的安装目录里面 安装的目录下面 这种情况你是可以不用加的 第二种情况 是干嘛呢 我的驱动文件和代码放在一起 对吧 这两种情况是不需要加路径的 可以不需要加路径 添加路径 懂了吗 只有这两种情况 如果说其他的话 第三种情况的话 那就是这两种以外的话 那是干嘛呢 要写一个路径啊 写一个什么呢 写一个驱动的路径啊 路径最好的话是绝对路径啊 绝对路径 明白没有 懂了吗 这是一些小的一些问题啊 因为如果说这个问题不给你们讲的话 等一下很多同学会在这一步 报错的 好吧 报错的 OK 那么接下来第二步访问网站 访问的是我们的一个12306的一个网站 12306 12306的一个什么登录网站 登录网站 那我们直接把网址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driver 点上一个 get 直接复制过来 然后我们再运行一下 这样的话 他就会自动帮我们去打开12306的这个网址了 看到没有 原本我不加网址的话 他给我们只是弹出那么一个浏览器 然后我们加了网址之后的话 他会干嘛呢 直接给我们进入到这个网页啊 进入到这个网页 进入到网页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输入账号密码了 输入相应的一个账号密码 然后比如说输一下 点击个登录 点了登录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哎 这里就会弹出一个验证码了 对不对 弹出验证码了 那么首先的话就要干嘛呢 就要去输入账号密码 那输账号密码的话 他不知道 哎程序的话 不知道你这个账号密码 要输入在什么地方 懂了吗 这个输入密码的话 呃程序他不清楚啊 对不对 你要先干嘛呢 先定位 先定位输入框 然后干嘛呢 然后再输入内容 懂了没有 先定位输入框 然后再输入内容 像这个定位的话 就我们所说的一个什么呢 元素定位 元素定位 像元素定位的话 会用到有两种方式 有哪两种方式 第一个 CSS选择器 第二个 是干嘛呢 我们的一个 插帐 接点 接点T恤 好吧 来这两个大家会不会 那我今天教大家CSS啊 来CSS会的同学 扣个一 不会同学 扣个零 CSS选择器会不会 会的扣一 不会的扣零啊 大家有很多同学都是不太会的对吧 其他同学都是会的是吧 那会的同学啊 希望你们对吧 那你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不会的同学就好好听一下 那么首先要去定位的话 我们是通过Java点上一个 放着Element by CSS selector 它的意思就是通过CSS选择器 去查找元素 那元素是什么呢 我们就要在这一个括号里面 给出相应的一个元素位置 那么首先的话 要去看到它的一个输入框 对不对 它的一个输入框 去哪里定位啊 我们鼠标右键 可以打开这一个 Element的一个元素面板 对不对 可以打开这个元素面板 然后的话 用我们这个箭头 选择箭头去选择 它对应的一个框框 框框位置 比如说我的一个账号框框 来我们点击一下 点了之后的话 它会直接给我定位到这里 交代了一下 首先的话选的是什么 点击这一个箭头 点击箭头 点击箭头之后的话 再去点击这一块 点击这个输入框 点了输入框之后的话 它会直接给我们谈到对应的一个标签位置 这个的话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账号输入框 所对应的一个什么标签位置 标签位置 对吧 那我们就要通过CS语法 把这个给它定位啊 出来 像这里面的话 它有个什么 有个ID等于J杠我们的一个usernet usernet的话大家都知道用户名嘛 对吧 我就直接用它就可以了 因为它有个ID等于什么什么 如果说有个ID等于什么什么的话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名字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 然后呢 用一个警号键代替 用一个警号键代替啊 用一个警号键代替 加上我们这个ID名字 好吧 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直接定位到这个标签了 你说老师 那我怎么知道 是不是有定位到了呢 对不对 那我也可以用一个啊 教大家去怎么检测啊 在这里按一个country.gf 弹出这个输入框 然后呢 把我们的内容占领上去 对不对 看没有 它这个黄色的话 就是告诉我们所定位到的内容 这是我们定位到的内容 这个的话是表示的是 我们定位到了多少个 对吧 这个呢 是表示是第几个 这个是表示多少 多少个 对吧 定位的是第 只有一个嘛 只有一个是哪一个 是第一个啊 第一个是这个 如果说你比较多的话 有一个情况是 就比如说DAV 啊 DAV 你看到没有 有144个 对吧 第一个是这个 第二个第三个 第四个DAV表现 那懂了没有 理解了吗 知道怎么去定位了没有 好没有 知道怎么去定位了没有 好吧 就当定位定位好了之后的话 我们就要去输入内容了 输入内容 输入内容的话 就点上一个send case 对吧 send case 发送关键字 那在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输入什么呢 账号 把我们的账号给它输进去 输进去 然后同理可得 我们按照同样的方法 去定位到我们的一个密码框 密码框 密码框 密码框在哪里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 J杠我们的password 对不对 我们同样的方式 同样的方式给它复制一下 复制过来 对吧 那这个就是密码 账号密码有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干嘛呢 做一个点击的一个操作啊 就点击登录按钮 那我们登录按钮的话 我们也要去定位一下 登录按钮在哪里 在这个啊 我们的一个logan 对吧 J杠我们的logan 那我们复制过来 那点击登录的话 我们是要点击 而不是输入内容 点击的话 它有一个什么呢 key 对吧 就是这个点击的意思 这个就是点击的 click 对吧 这个就是click 对吧 点击的意思啊 好吧 这的话应该读不出来啊 OK 来我们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 运行之后的话 它就会进行一个 哎 对 密码不能少于六位数啊 那我这里重新改一下 对 我们 1234567啊 对 对 随便给一下就行了 我们不需要登录进去啊 对 我们只要做一个验证起来 如果说你输入账号密码是对的话 那就可以登录了 好吧 就可以登录了 OK 但是呢 在我们弹出这个验证码之后的话 它会有一个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就哪怕你手动去滑的话 你都验证不了 来 比如说我们这里手动滑一下 哎 你会发现 对吧 哎呀 对吧 出错了 对吧 哎呀妈呀 对吧 他出错了 是不是哎呀妈呀 对啊 出错了 哎 点击刷新再来一次 大家在登录淘宝的时候 是不是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大家有没有登录过淘宝 对吧 有没有用色力 你又去登录过淘宝 淘宝是不是也会有这个问题 绕过检测 对吗 如果检测的话 其实挺简单的 加一行代码就可以了 加一段代码 那段代码是啥子来着 啊 来我来复制一下 因为那段代码我也不记啊 我从来不记那段代码 好吧 好啊就这一段代码啊 这段代码 来我们复制过来 来复制过来 放哪里 放在前面啊 绕过 绕过检测 对啊 就这一段啊 这一段 这段之后的话 我们再去运行代码的话 它登录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验证了 可以滑得动了 啊这样的话就可以滑得动了 看到没有 验证通过了 但是我密码是错的啊 因为我这里本来就是随便输入一个 对啊 那 哎 看到没有 现在是不是可以通验证通过了 我们只需要加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绕过检测的一个机制就可以了 懂了吗 理解没有 好吧 关于这个啊 现在这一部分内容 明白的同学可以给老师扣个6 有疑问的同学 那你可以问一下 有疑问的同学可以问啊 有疑问同学可以扣个5 明白的同学OK的问题啊 可以直接扣个6 扣个6 扣个6 好吗 没有问题啊 加同学呢 everybody 对吧 这段代码是什么意思啊 这段代码的话就是 干嘛呢 就是模拟人的操作去登录我们的网站 好吧 登录网站 对吧 请问扣可以找老师要代码吗 扣找我要代码的话 是因为他是VIP学员 对吧 是因为他是VIP学员 所以说他直接来找我要了 懂了吗 这段代码什么意思 这段代码的话我前面已经讲过是什么意思了 好吧 就是干嘛呢 首先这个是打开软件 这个是绕过机制 这个是防务网站 然后这一段代码的话是通过什么呢 通过我们CS选择器去查找元素 对吧 先去定位元素 然后再输入相应的一个内容 好吧 加那个就是绕过检测吧 对加这个就是绕过检测了 当然不一定每个网站适用 但是这个网站是适用的 好吧 还有其他同学有什么疑问吗 对啊 代码的话你们可以去找找什么呢 找我们的一个路老师要一下 因为这个的话我发不出来啊 因为他内容比较长 是发不出来的 好吗 那我也想跟你们发啊 但是他的发送内容过长了 对啊 分条发送 你们可以去加路老师微信要一下 之后穿代码啊 好吗 这是路老师的微信要码 你们可以需要的同学啊 可以去加他要一下这一端代码啊 要叫叫他要这一端代码 好吧 给大家十秒钟的同学去加一下 没有加的同学可以加一下 好吧 给你们十秒钟 加好了同学啊 加了同学要到了同学 的话可以给老师刷个鲜花啊 OK OK 那我们继续 继续 那么现在的话 已经有了这个验证码了 对不对 已经弹出了这个验证码了 弹出这个验证码之后的话 我们怎么去操作呢 怎么去操作呢 OK 我们来个全屏啊 放大一点 其实挺简单的啊 我们人正常人是怎么去操作的 我们正常行为的话 是怎么去去那个的 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思考一下 我们正常人去滑动验证码的话 是怎么去做的 是不是 先选中哪一个 先选中这一个框框啊 先选中哪一个 选中这个滑动的一个模块 选中这个滑动模块 然后干嘛呢 然后再对这边进行一个滑动 滑动到这个地方截止 哎就停了 是不是 我们一个正常的一个操作 去分析这下这个步骤啊 首先的话 我们第四个 去做一个滑动验证 我们正常情况的话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步 对吧 按住 按住什么 按住我们的一个滑块 按住我们的滑块 对不对 按住滑块 然后呢 第二步 是不是 然后滑动 对吧 滑动我们的一个滑块 但是滑动滑块的话 你要滑到哪里呢 对不对 是不是滑 滑整一滑一整条 把这一整条全部滑过去 对不对 那这一整条是多大呢 我们可以选择看一看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这一条有多长 对吧 他是一个什么呢 340乘以34的 他是一个340乘以34 所以说这一整条的一个长度 是多长 这一整条的长度 是我们的一个340 这是他的一个长度 340 宽度的话是34 对不对 所以说我要滑动 340的一个相处点 一个距离 滑动340的一个距离 对不对 我们也知道 他的距离是多少了 OK 那既然我们理解到 最基本的一个东西之后的话 那么首先第一步干嘛呢 先去定位一下 先去获取一下 这个滑块内容 获取一下 这滑块在哪里 在这个id id等于这个nc nc 杠1杠o n1c 对吧 我们先去干嘛呢 啊 我们定位 滑块的一个元素 dr 단 点上一个放的ele val 对吧 直接定位一下 因为它是id嘛 加个警号键 是不是 定位到之后的话 我们就随便给一个名字啊 滑快名字吧 我们随便给个给个h都行啊 随便给个好不好 给个自立意的一个边缘名 滑快的一个边缘名 对吧 给一下 给了之后的话 我们要去进行滑动 要按住滑快 要把这个滑快给他按住 像这个暗处的话 是属于我们的一个鼠标动作链 对吧 是一个动作 是一个动作 像这个动作的话 我们得去导入一个模块 导入这里面的一个方法 from我们的一个Celine 点上我们的这个 import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当然这里不用那个了 点webjr 然后一个这个 当然你可以不用导入这个模块 如果说你不导入这个方法的话 如果说你这里不导入的话 那我们在后面的话 只要就是webjr 点上这一个就行了 好吧 那我就加上这个吧 来 这是我们的一个动作链 动作链 动作链的话 我们是去哪里执行呢 把这个jr放进去 这个jr的话是代表的是浏览器 是代表的是这个浏览器 好吧 我们在这个浏览器上面进行一个操作 那这里的话我们就给个action 的action 去接受一下 去接受一下 接受完之后的话 我们要去干嘛呢 按住啊 按住这个滑块 按住它 action 点上一个什么呢 按住啊 按住 就是按住并且保持 就点击并且保持吗 我们原本是点击的话 是这个 如果点击并且保持住的话 那就叫做什么 按住 对吧 这就是按住吗 单击并按住吗 就是按住吗 好吧 然后再把我们什么呢 把这个滑动的这个呃元素给它放进去 放进去放进去之后的话还不够啊 你要去干嘛呢 给它执行一下 执行一下 P-R-F-O-R-M 好吧 就是按住 然后并执行 这个的话表示执行的以上 执行操作 执行操作 执行我们相应的一个操作 OK啊 按住之后的话 我们要去滑了吧 滑的话 就是干嘛呢 让我们这一个动作 然后进行一个位移 进行相应的一个位移 这位移的话 我们以这个地方作为起点的话 它位移的话是多少 对吧 就这样子移过去移到三百四嘛 我就给它分段去啊 就三百四的话 我们分为四段 三百四分为四段 每 哎 怎么是成了 三百四 除一个什么 除一个四啊 每个段的话是85个 85对不对 我就给它移四次 就像就模拟人的行为嘛 因为人的话 它也是慢慢移的嘛 对啊 它不是一次性移过去啊 一次性移过去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 对吧 我们action 点上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movie movie by by off 这个seat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移动的相数啊 偏移移动 移动的话 我们要移个什么呢 85 是x走 是85 y走的话是 呃 没变的 对吧 y走是 它上下是不变的 就是我们的一个左右啊 左右就是一个什么的 这个是一个坐标系啊 坐标系 啊 就这样子的 对不对 你x走的话啊 你y走是没变的 那x走的话 在整体长度是我们的一个 340 对不对 我给它分为四段 每一段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85 每段是85 就我先移个85 然后我再一个85 然后再移85 再移85 对啊 我们就移干嘛呢 移我们的一个44 移完之后的话 我们当我的一个内容啊 已经到顶了之后的话 我们是不是干嘛 要做一个什么 释放的一个操作 那比如说我正常移的话 我移到这里 它是一直按住的 来我给大家运行 看看效果 运行看下效果 它这里是会移动 但是移动的话 会有一个问题 这里包错了 这里包错了 哎 这里突然为什么包错呢 是吧 这里为什么会包错呢 这个包错的话 其实也好挺简单的 因为什么呢 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包错 有没有同学看到懂的 有没有同学看到懂 这个包错的 有没有 有没有同学看到懂 这个包错是为啥 有吗 没有啊 好吧 没有的话 当我没说 对啊 不知道 看不懂是吧 这个的话表示是没有找到元素啊 它的意思是没有找到这个元素 来我们给大家翻一下 看不懂没关系 我们可以翻一下 没有这样的元素 无法找到这样的元素 那事实上我 它是真的没有吗 我们刚刚是不是找过 它其实是有的呀 对对 我们前面是不是通过这个去找过啊 是有的吧 那 它是不是有 你看那边 是不是有的 那为什么它没找到呢 因为它没加载出来 哎 对的 太快了 是吧 因为太快了 浏览器还没加载出来 对对 所以说男人啊 男人不能太快 代码有时候的话 也不能太快啊 这太快了 元素没加载出来 是吧 这个的话包扯就是因为啊 有时候 过快 对吧 网页元素还没加载出来 是不是 你就干嘛 你就去定位元素 是不是 那就会干嘛呢 就会出现一个情况 就是找不到 对啊 找不到 懂了吧 OK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 定位滑快之前 我们做一个延时 对吧 延时的话我们可以稍微 呃 延时个一秒钟 我看一下可不可以啊 我们延时个一秒钟 如果说一秒的话 还是 OK 你看到没有 他会到时候会 看到没有 看到没 他说半天 没没没什么反应 然后突然之间 滑动了一下 我是延时一秒 不是延时十秒 为什么他这么慢 那 完了 对吧 你看他他在拖啊 他就是按住了 但是没有去 干嘛呢 对不对 就只是按住了 然后的话 哎 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我再给他看一下 你看一下我们那个效果没出来 对不对 其实的话 我们到时候的话 你看 我们还要去做一个释放的 最好的话 在这个地方干嘛呢 做一个释放的一个操作 就是我们滑动了之后啊 就我们滑动了之后的话 我们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是需要干嘛呢 把这个滑块给他释放掉 就释放掉 懂了吗 释放掉 好吧 那么这里做一个释放的一个操作 点上我们的一个执行操作 咱们再运行一下 OK了吗 来看到效果的同学 coco6 看到效果的同学可以coco6 因为这个的话 我密码本来就是错的 密码我随便给的一个 对啊 密码我就随随便便给了一个 如果说你给一个正确的密码的话 他可以直接登录进去了 可以直接登录进去啊 对啊 我这里的话因为是随便给的一个账号密码啊 所以说它是会出现登录失败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不是真的要登录啊 因为我不是要真的去登录一下 那他已经识别过了 识别过了 哇有问题吗 就是关于滑动的一个验射码的一个识别啊 简单的一个操作 给一个正确的试一下 我的账号密码其实我忘了 其实我的那一个账号密码的话我是忘了 因为我的账号密码的话是错的 因为我下午的时候试了一下我的11306的一个网站 网站密码 它是错的 其实我原本是准备了账号密码 但是我那11306的账号密码我自己都忘了 我把这个密码好像是错的 我给你看一下 给个正确的要不我们这位同学给个正确的 啊对吧我密码也是错的 因为我账号密码也是错的 对啊有没有哪个同学愿意提供一下账号密码的 哈哈 有没有哪个同学愿意提供一下我这个账号密码的 那那个的话谢老师的他是没不会弹验证的啊 他的账号密码的话是不会弹验证的 好吧 他他这个是不会弹验证的我给你们看一下 我给你们弄一锁弄一锁 等一下我把他账号密码给你们看一下 他的那一个是不需要验证的 因为为什么呢我这个我这个账号在这里登录的比较多了 在他这个地方登录的比较多 在我这个位置登录的比较多 根本不需要滑动那一步操作 看了没 他的话就根本就不需要滑动那一个操作 所以说后面这里的话就会进行一个包错 因为他都没有弹出这个滑动啊 他的账号密码在我这里的话已经是作为一个常用登录的一个地方了 就不会出现这个了 知道吗 理解了吗 为啥不用验证啊 因为我经常登啊 因为异地登录或者说登录的比较少的话会出现验证嘛 如果说你是经常登录的话 他就不会出现这码 因为他这个账号的话我经常在这里登 为什么因为给他讲12306啊 给他讲12306那一个网站抢票的就是用了他的账号密码 然后我自己的账号的话我都忘记密码是多少了 我再给你们试一下好吧 我再给你试一下我的账号密码 我想一下我的账号密码到底对不对啊 等一下 我在我这个负评改一改 稍微等我一下啊 因为这个账号密码的话不能直接暴露出来 因为我暴露出来的话我怕到时候 OK 然后的话我们password去 我再改一下我看一下这个密码对不对啊 其实大概的话你不要纠结账号密码的问题啊 他就是这样子的 OK 密码还是错的 我已经忘记了 我太久没有用12306了我太久没有登录过了 OK啊 好吧 来关于这个滑动的话也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同学可以抠个料 有疑问的同学可以问一下 对吧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 就主要是一个设定的一个模块使用啊 好像可以改密码对啊是可以改密码 不用纠结这一个 因为你们可以用自己的账号密码去试一下 把用自己账号密码去试一下 这个存在哪里 你可以自己写好吗 对吧 如果是我 你们同学你们是真的 你们可以不用纠结于这个你写在哪里 你可以自己把账号密码直接写在这里面 这个直接写你的账号就行了 哇这个直接写你的账号 然后这个呢 直接写你的一个密码就可以了 好吧 你可以自己去定义的 好吧自己去定义的懂了吗 有些没有 哇 但同学学 你都学这么久了 为什么学的还这么死呢 要灵活一点好吧 对啊 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啊 这个就是调用好自己的一个模块 写的一个模块 我不可能说给你拿来看啊 其实这个就是自己写好的一个文件 看得没有 就自己写好的一个文件 然后这里面的话是他的一个变料名 懂了吗 海域同学一看就是基础都没学过啊 应该没有学过基础 但是我看一下你的一个听课时长 也听了十几个小时了 对啊 听了十几个小时 相当于听了我们有你学派生的话 应该也最起码学了十天卖过月了 我给你演示一下 哎 什么呢 账号 对啊 账号 1234567890 哎都可以 然后呢 B 对吧 密码 随便乱七八糟啊 这是你的密码啊 然后你在这里用怎么用呢 是吧 from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demo import我们的一个A 和我们的一个B 这个A的话就是你的账号 B的话就是你的密码 理解没有 懂了吗 明白没有 我们海域同学理解没有 明白了是吧 报班吧 OK啊 报个班吧 好的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滑动验证码的一个代码 OK 我就放这里 滑动验证码 哎呦 这的话给它删掉 OK 报啥班 系统课程啊 像这东西的话 在我们的一个系统课程里面都会教的 在这个呃 系统课程里面都是会给它去进行一个教学的 哎 好吧 还是这样子吧 我直接给它注释就要算了 OK 系统课程啊 报啥班 系统课程 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点选验证码啊 点选 点选验证 啊 这点选验证所选的案例的话是B站的一个模拟登录啊 B站的一个模拟登录 吧 B站的一个模拟登录 因为我们登录B站的时候的话 它会出现一个点选的一个验证 就是会出现一个图片 我给大家演示看一下啊 给你们演示看一看 哔哔哔哔哔哔哔 那这里的话我们输入张密码 然后呢 点击登录 它会弹出一个什么呢 哎 会弹出这么一个验证码 我们刚刚是滑动的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点选验证码 就根据它上面的这个文字 对吧 你按照去顺序去点 比如说这个炸是第一个 对吧 然后点一下 然后我们这个响的话是第二个 然后我们这个零的话 是第三个 按照顺序去给它点一下 然后再点击确认 我们就可以直接登录了 好吧 这个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点选验证码 好吧 点选验证码 还是一样的啊 用到的是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舌尼扭啊 用了舌尼扭的一个模块 我为什么把那个关掉呢 B站在哪里 好 这里 好吧 方法方式方法是一样的 还是用到我们的一个舌尼扭啊 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稍微快一点了 舌尼扭 inport web driver 是吧 这里代码的话我们都可以直接复制的 直接复制过来 OK 然后呢 Java点上一个get get的话是哪一个 是我们的一个b站这个页面吧 b站主页面 打b站主页面的话 后面这一段内容可以不用要啊 这样的话 是不是可以进入到b站页面了 对不对 进入到b站页面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干嘛呢 点击一下这个登录的按钮啊 点击一下登录按钮 因为他没有他没有直接登录的一个界面 所以说我们可以直接干嘛呢 点击一下这个登录按钮 点查一下 OK 他登录按钮的话是这个 能直接定位吗 啊 能直接定位 那我们就直接定位他吧 点击 第二个点上一个放的element 点上click 好吧登录啊 点击登录 然后再干嘛呢 再稍微给他延时等待一下 因为他会有一个呃延时的一个效果 我们可以稍微延时个一秒钟吧 然后干嘛 再输入我们那个账号 账号在哪里 在这里 对啊 账号的话是这个 这个的话 哦 他没有具体的 他没有具体的 没有具体的话 我们就看一下 from我们的一个 这个 让了 importer importer有三个 有三个这么多 那我还是用他吧 用这个线程都算了 线程的也有三个 他为什么有这么多个 好吧 他两个是一样的 这两个 这两个的一个列表标签名 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话 那我们就 我们就 稍微要改一改了 看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啊 没有不同的话 那我们就 df div 第二标签 我们先取第一个 nth 刚去的 把第一个啊 第一个 第一个 标签里面的一个什么的 importer标签 把impose标签直接取他啊 直接取他 直接取他 把第一个div标签直接取他啊 那我们直接给他复制过来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密码啊 对吧 这个是我们的账号 对啊 可以取值呀 什么可以取值啊 什么什么可以取值 啊 就根据他的一个标签位置来取就好了呀 那这里的话我就有账号密码的啊 对啊 这个的话 我这个账号密码的话应该是有的 这个账号密码是有的 importer我们的一个video v video 然后还有呢 我们的一个videopassword 账号 然后呢 我们再来一个他的密码是第几个 第三个吧 第三个 那这个呢 是我们的一个password 把所有的然后的话我们点击登录按钮 登录按钮的话有一个这么个标签 哎 哦还是这么多 用个div OK 我们点击一下 那这里的话都是通过我们的一个什么的元素去选啊 去选 好吧 去选 来 这前面的话还是挺简单的啊 这前面的话跟我们前面的一个操作都是一模一样的 输上密码 然后点击一个登录 对吧 登录完之后呢 哎 他就会出现我们这个呃 点选的东西了 这点选的话 那我们就教大家一个什么呢 啊 那么首先的话啊 就要干嘛呢 给他获取下来 我们就要用到一个达码平台 教你们做达码平台 哇前面是手动滑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干嘛呢 教你们如何去对接达码平台啊 对接达码平台 对啊 达码平台 达码平台的话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可以 呃 超级音吧 我用超级音啊 我用个比较比较常见的比较普通的超级音 哇 超级音 这个平台 对啊 他的话里面也会有很多的 你比如说像我们前面一开始的话 用那个滴滴 orc的话 他这里面也可以用的 啊 像我们的一个存 对啊 一个的英文数字啊 20位的也可以啊 对啊 存汉字的一些达码识别也可以啊 存中文的 存英文的都行 然后存数字的也可以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还有这些啊 对吧 手字母拼写的 计算题的 是不是复杂计算的 试选一 abcd的 对啊 回答问题的呀 哎 这些也可以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话是这个点选 对吧 点选 点选的话就是用到什么呢 就是啊 我们是选择是有一到四个啊 因为我们一般是四个就这个 对啊 他会识别出来 识别出来会给我们返回相应的一个坐标 是吧 会返回相应的一个坐标系 相应的一个验证坐标 是吧 把这个验证坐标拿下来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干嘛呢 一一点击就可以了 一点击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这个的话 直接用达码平台会非常简单啊 非常简单 那这个平台的话 你们可以自己去注册一个就可以了啊 注册一个 然后里面有一些免费的资源可以直接用 哇 有免费的资源可以弄 然后的话 他也会提供了相应的一个代码啊 提供了相应的一个代码 这代码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去下啊 下下下来就可以了 下载下来直接去用就可以了 直接去调用即可 好吧 那也是一个压缩包 压缩包你解压之后的话 会有一个代码哪一个呢 就这个代码 就这个代码 这代码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干嘛呢 把你的一个账号密码 对吧这个是你的账号 这是这个账号密码的话是你的一个什么 超级音的一个账号密码 账号密码 对不对 你直接把你的账号密码给他放进来 然后去做一个处理就可以了 做一个处理 然后的话 呃怎么去用呢 对吧 怎么去用的话我教大家教你们 大家听到这里有没有一点懵的 咱们现在还在的同学来给老师扣个一看一下 还在听课的同学给老师扣个一 啥都不说话了 讲到喉咙都痛了 哎有时候我不知道是自己喉咙痛是因为讲课讲的还是因为羊了 我再听是吧 再听啊 OK 抽烟抽的 不应该吧我不抽烟 好吧来的一惊嗓子 OK 既然喉咙一点不舒服的话我们可以稍微等一下稍微等一下 那么接下来的话给他啊对吧因为我看到好多同学都有在听课 然后的话都也没怎么说话不知道你是认真在听的话还是什么 对不对那这里边的话跟大家说一下像我们除了一个公安课以外啊 除了我们这一个免费的公安课以外的话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呢 啊还有一个付费的一个系统课程 对啊我们除了啊除了免费的一个 除了一个什么免费的一个公开课以外的话还有一个什么的付费的一个系统课程 是吧还有一个付费的一个系统课程啊那这个付费的一个系统课程的话其实是一个从零基础开始的从零基础开始的然后学完之后的话是可以达到一个企业开发的一个水平 然后如果说你们想要学好拍手的话想要去就业或者说机外包的话学这个课程都是非常好的那我们的一个课程大纲的一个教学内容的话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不要以为大家不要以为的话我们只会讲一些案例 其实我们也会有专门的一个系统课程的一些教学内容会从零基础安装软件环境开始进行教学的像我们这个什么呃编码编码规范啊诸事说经命名规则我们输入输出函数的话这些也会对大家进行一个教学的对啊那爱白嫖的话我就给你拉黑了啊对吧拜拜是吧像我们爱白嫖的同学的话是禁止的为什么呢对不对 因为我们会提供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系统课程建议各位大家都是可以去付费学习好吧那爱白嫖的话你所学习的东西是有限制的对吧有限的没有那么多的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去所讲的一些内容的话其实也是在我们啊系统课程里面会讲的比如说你要自己去做一个验证识别的话你看我们会教大家自己去弄的用OSC自己去搞对吧自己去搞对不对然后的话我们达马平台的话也会教然后滑动的话也会教在工作线滑动链 然后结验证滑快验证也会教给大家好吧也会教给大家懂了吗那如果说大家想要了解课程的话有没有同学想要学好Python的有没有同学是想学好Python的学好Python就业的同学扣一看一下想学Python就业的同学可以扣一如果说想学Python接单的同学可以扣二好吧如果说想是兴趣爱好的同学可以扣三教反扒的我们系统课程里面的话也会进行一个反扒的教学啊 验证码字体反扒APP啊对啊我们常见的一个加密JS逆向混淆还原是不是我们都会教的还有我们的一个是快逼框架然后我们基本的一些模拟登录啊我们的一个IP代理啊这些都是会进行一个教学的好吧 校门啊11122对吧大有同学是兴趣爱好有同学是聚业工作的对不对如果说你想要去聚业工作的话按照你们如果说学习咱们的一个课程内容就是学习这个大纲上面的话你可以去从事这么几个 岗位啊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对吧可以了解了解好吧了解了解对吧首先的话啊你们可以去加到我们近期老师的一个微信去找他领取一下这张学习路线图如果说没有的同学啊想要去了解一下想要知道Python怎么去学习的话都可以去加到我们近期老师去了解一下近期老师微信给大家一下吧近期老师哎 哎微信啊微信他是多少呢是Python5180啊5180这是他的一个微信号如果说大家不方便扫码的话也可以添加一下他的一个微信号去找他一下像接单的话学了咱们的一个系统课程可以从事爬虫工程师可以从事数据分析师还有呢我们的一个开发工程师 开发工程师还有我们的一个什么呢算法工程师啊这几个岗位都是可以去从事的都是没有问题的你像你去boss指评或者说拉钩上面你去看相关的一个招聘数据的话咱们的课程里面都是会教的就是企业招聘的一个需求咱们课程里面都会进行一个教学 好吧都会进行一个教学的像这些内容的话都是ok的 1018 啊对不起啊近期老师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把微信号记错了对吧我终究 好吧啊数据科学大技术专业学了以后可以做数据分析师对吧也可以啊 是吧这个专业是可以但是呢你要掌握相关的内容啊掌握相关的内容你才可以去学习做相应的东西因为你如果说你只是学校教授的一些内容的话它是比较基础的因为学校所教授东西的话呃大多数是属于一个入门坎啊入门坎就是刚过了这个入门多一点点他也不会多很多 大多很多像你是这个专业正在学派生那你们学校里面会教派生吗 会教派生吗你们一般在学校里面学的话会教什么呢呃会教派生的基础然后加网然后数据库然后html然后的话我们的一些尼克斯啊这些 对吧就这些走了吗 好吧 但你也是这个专业你们专业也学这个对吧其大专现在很多啊因为为什么现在大家专业都会学这个呢因为其实以前是没有的在2018年的时候啊拍省是被纳入了一个白省被纳入了国家计算机二级考试啊 哎纳入了国家计算机二级的一个考试然后所以说到后面的话有很多很多软件相关的一个专业他都是会进行一个拍省的教学对吧都会进行一个拍省教学对吧现在学习爬送和数据分析可创好的要学这个的对吧是啊所以说呃学习这个的话对于之后去找工作完完全全是没有问题的对啊完全是没有问题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吧为什么说我们的课 课程是可以去让大家去找工作呢比如说你要去从事爬虫的一个岗位拍省爬虫 拍省爬虫那薪资待遇是多少呢我们看一下啊你可以找一个10k左右完全没问题然后我们应接成在交生经验不限一年以内这些工作岗位都是可以的你比如说这个呃我们的这个西安的对吧13000到26000的他的要求还是比较多的啊这是爬虫的对啊你再比如说我们这这个6000到11000的对不对你看他要求的是多少也是这些内容 其实这些他所要求的技术点我们在系统课程里面都是会教的你就是西安的对吧你就是西安的那如果说啊你学了之后想去从事这些岗位的话在我们的课程大纲里面这些知识点都教的 对我们都教了的我不知道你的课程里面教没教但是我的课程里面都是教的首先爬虫都是教的吧request的话我们在爬虫里面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内容啊最基本的一个内容我们的一个request 对request的一个使用那像我们的一个验证码对吧验证码的话我们今天是不是在这里也给大家去讲了我们的滑动验证码图形验证码这个验证码的一个识别我们也是给他去进行的教学我们的一个GS反爬 GS反爬的话我们的一些常见加密对我们常见的一些GS加密还有什么呢我们的一个混淆还原这些在我们的一个GS立项里面啊也会给他去进行一个教学对加密算法像模拟登录的话我们在这边的话也会进行一个呃教学模拟登录 session session 的一个绘画维持 哎在哪啊在那个request搞紧里面这个地方对啊模拟登录啊我们那个模拟登录的话也会进行教学啊对啊像证则插帕是css选择器的话这三个我们也都会对大家去进行教学那css选择器 对不对那插帕是节点提取 对不对然后的话还有什么呢我们那个证则表达是 是不是都教了反反爬的网站怎么办还有反还有方法能爬吗肯定啊你要去 分析他的一个反爬规律啊你得分析一下他是什么样的搞的呀这些的话都会去进行一个教学的他反爬的无非是什么呢有自己反爬然后有封 ip 对吧封账号然后有GS逆项对不对啊要需要模拟登录的无非就就自己懂就自己懂懂了吗最难的是哪一个呢最难的就是 就是GS逆项反爬这个是最难的好吧那一字码的话ip代理我们也会教对吧一些啊代理啊对不对我们那个自定 ip代理池如何去教大家去对接ip代理疯了怎么办像尸利率的话我们今天是不是也讲到了在我们的一个系统课程里面的话尸利率自动化测试的话也会教大家让我们那个飞的一个抓包像app的一个抓包那app的飞的一个使用对吧我们就是app的一个内容我们也会教学那麦收口数据库猛果db 这三个数据库的话我们都会去进行一个教学像我们的一个啊这里呢麦收口数据库 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那个猛个db数据库 是不是还有什么我们那个reduce数据库这三个数据库的话都会教像那么皮外pandas接吧的话它是属于呃数据分析里面的一个内容呢是属于数据分析的那么那么皮外 然后呢拍了死好这些的话都是在我们那个数据分析里面所以说你想去找工作的话我们的课程内容是完全符合大家的一个需求的好不好完全符合的 那看到没有 所以说你们想去找工作的话按照我们的课程大纲去学习的话完完全全是ok没有问题的所以说按照我们学完出来的同学的话他的一个啊我们那个vp的一个系统学员系统课程学员 人均的一个薪资水平啊是在8到15k左右吧8到15k左右啊都有教学的是的全部都有所以说你去找工作的话完完全全是没有问题的完全是没有问题的懂了吗那接单的话啊接单的话目前主要就是一个爬虫和数据分析方面的话会比较多像我们这边的话也会提供相应的一些外包接单渠道 那给大家看一下也会有相应的外包渠道那比如说一般对像这个的话就是对不对啊做一个自动答题的呢做自动答题的然后是1000块钱的预算ek1000的预算那这个的话也是做一个呃 不知道他是这个取什么的也是爬虫的然后三到四万我不知道是他是抢机票还是什么的三到四万的一个预算 然后这个的话是采集数据的爬虫对吧爬虫的爬虫的一个数据1000也是1000块钱那ekek起1000块钱 然后这个的话也是一个做一个表单数据的做一个表单数据的那也是用了爬虫相关的一个技术1000块钱左右 然后这个的话也是做美团的一个程序啊爬就是做一些美团的上面的一个程序也是爬虫相关的也是爬虫相关的 那这个是过验证码的看得比较点选验证码华东验证码是吧他的话也是啊也是也是也是爬虫相关的那这个是抢大卖的3000块钱 这个的话也是采集数据的采集数据的对吧爬虫如果说接单的话像爬虫和数据分析的外包是比较多的 但是比较多的然后基本上的话一个外包价格的话是在200到5000不等的200到5000不等但是你刚刚看到了也有什么呢 也有三四万的有三四万的感觉学派生真赚钱不是说学派生赚钱懂了吗是干嘛呢是因为你有了技术才会容易赚的相应的一个报酬 知道吧因为他是有门槛的这是一个技术活不是一个什么呢不是一个呃体力活体力活的话能赚钱但是赚的不多 但技术活的话靠的是脑力他能够赚的更多一些上限会高一些 知道吧按照这个外包的话你们去做了他基本是200到5000不等 然后按照我们的系统学员的话系统课程学员的话啊一般人均啊人均月收入的话是1000到3000左右啊1000到3000左右 到1000到3000左右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一个月的话啊五个左右的外包啊五个左右外包啊基本上就是可以干嘛呢过签了 对啊过签了基本上就可以过签了对啊五个左右的外包啊就相当于一个星期接一个外包也能够达到1000以上的一个收入水平知道吧 所以说你想接单的话也是可以的像兴趣学习的话现在是比较多的 很多同学是以开始的话是兴趣爱好学习或者说是因为什么呢 闭设或者说是一个课学校里面的一个作业然后去学习Python的 但是像这种情况的话你要知道啊像闭设和作业的话 呃你不可能不做对吧你要直接从头开始学的话 你要半路去学的话你可能说哎拿不到你要完成交付的时间可能来不及 大来不及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一般是干嘛呢 推荐各位同学如果说你是兴趣爱好为主的话可以先学好Python 然后干嘛呢然后可以以这个赚点小零花钱啊赚点零花钱就是干嘛呢帮人家写壁设 赚点零花钱就是你帮别人写壁设或者说帮别人做作业的话都是可以做有偿的 大家都是可以做有偿的懂了吗 呃大规模机器人出来了有人用大规模接单机器人也能完成并且写的比人好 那大规模模型会不会取代程序员呢那我问一下你对吧啊那那个机器人是谁写的呢 对吧那个机器人的程序是谁写的呢难道他是自主生成出来的吗 是不是代写壁设不是违法的吗啊你你听说哪个是代写壁设是违法的 对吧代写论文都不违法为什么代写壁设是违法的呢 ok啊如果说有没有同学想跟老师系统学的来想跟着老师系统学的同学可以给老师扣扣666啊 有没有同学想要跟着老师系统学的想跟着老师系统学的想跟着老师系统学习 我们的一个近期老师的微信可以去找他了解或者说报名咱们的一个系统课程那么系统课程所教学的一个服务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会有一个直播授课的会直播授课 直播授课的话是一周三节课晚上的一个八点到什么呢到十点进行一个直播授课的直播授课的啊然后的话一周的话也就相当于什么呢啊六到九个小时六到九个小时的一个时间 六到九个小时时间对吧他会自己学习像阿尔法狗一样啊那我就问一下你啊如果说当有一天啊机器人真的是能代替你的话那我问一下你不会技术你干嘛 你会技术说句不好听的你还能给人工智能条条参数 对吧如果说你不会技术的话你能做什么 你说做体力活对吧你都说哎人有机器人程序代替了对吧那我问一下 那那你做体力活的话他不会代替你吗 说句再不好听的对吧哪怕他会自主学习你会技术你都可以帮他去调参数 对吧 当然了一般的话以现在的一个情况等你老的那一天可能他还是会存在一些体力劳动的一些人啊 对吧有些东西你看的那么狭隘那你还会来听我讲课吗 那你为什么还在这里听我讲课呢难道只是为了抬个杠吗不至于吧 对不对好吧那我们除了直播收课以外我们的话我们还有课后的一个录播 资料像我们的一个录播对吧啊圆码啊圆码 还有什么呢笔记文档这些的话都会给大家进行一个提供的好吗这些的话都是会给大家去提供的而且是一个永久的一个关系权限对不对 然后其次的话我们也会提供老师的一个解答辅导啊解答辅导可以通过文字啊语音啊远程操作的一个方式 远程操作对吧这些方式的话对大家进行一个辅导解答帮你们调适一些代码的话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好吧没有问题的 然后的话我们还会提供作业和考核每些课后的话都会有作业每个阶段的话也会提供相应的一些考核内容 也会有专门的班主任老师监督学习有一个电话通知听课的一些服务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对啊我们还会提供免费的一些重序啊如果说你跟着老师觉得自己零基础学习呃不太能够说哎呦我学一遍的话不太能够扎实我可以你干嘛呢你可以重修学习第二遍学习第三遍啊这个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 懂了吗还有什么呢会提供啊如果说你要后续想集外包会提供外包的一个指导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一些服务啊 外包指导还有什么呢我们那个就业指导这些也都是有的以及培训的一些合同啊保证各位同学的一个学习权益是不是还有我们的一个发票啊这些也是有的发票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ok的好吧 那么的课程的一个学费的话有必要也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像我们全套课程的话全套课程一共分为核心编程基础 对啊我们的一个爬虫实战 数据分析那么的网站开发 对啊网站开发还有我们啊主要是这几个阶段还有后续的话我们有几个课程像人工智能 自动化卖工啊vue的一个前端啊前端开发vue啊前端框架 vue啊vue前端框架 哇这几个的话都会对大家进行个教学像我们的核心编程的话学费是2260 然后的话我们的一个爬虫实战的学费是呃2980的一个学费 然后数据分析呢是2180的学费 然后我们的网站开发的话是2980的学费人工智能呢是2680的学费 然后我们的自动化办公的话是1680的学费 然后我们的vue的一个框架是2180的学费 总计的一个学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1694016940 而且这三个课程的话啊像vue的框架的话现在目前是现实赠送的 现实啊赠送的 对啊现实赠送的 对啊你们现在报名课程的话会有这个vue的一个前端框架赠送 后续的话啊等我们网站开发的课程开开课之后的话 这个vue的一个前端框架的话之后的话就需要额外单独购买课程学习了 那么如果说想要报名学习同学的话可以去加到我们近期老师的一个微信 加近期老师微信的话可以干嘛呢啊预定300的一个学费 可以获得相应的一个学费减免 相应的一个学费 减免 是会直接减免到我们的一个8580的一个学费 对吧原本的话是16940的学费的话 啊我们是可以直接减免到8580的一个学费 其次的话对于这个学费啊 一次性支付有压力同学也可以干嘛呢啊 申请我们的一个月付啊 按月支付按月支付学费 你可以分为多少个月呢 你也可以分为12个月去支付学费 每个月的话是713的一个费用 每个月支付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啊我们的如果说你觉得713的话有压力的话 你也可以啊按照一个什么呢18个月去支付学费 按照18个月去支付学费的话 每个月的话是476的一个学费 每个月就要400多400多平均下来的话啊 平均下来每天的话啊一杯干嘛呢 一杯奶茶钱啊一杯奶茶钱就可以跟着老师学习了 好每天一杯奶茶钱就可以跟着老师学习了 就相当于你少少喝一杯奶茶或者说少抽一包烟 那你的学费就出来了 学了之后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就我们前面说的 对吧啊学完课程啊学完课程 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第一个的话啊最短两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 对吧学完爬虫啊可以积外包可以积外包 对吧会积外包的可以去积外包的积外包的话啊这边会提供相应的一个外包接单平台和我们的一个渠道对吧也会提供外包接单的相关问题解答 是不是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啊第二个的话 是吧第二个的话还有什么呢呃会如果说你想要去就业的话啊就业就是学完课程内容学完课程内容掌握80%左右 百分之80左右的一个支点啊是可以干嘛的就业工作的就业工作的新资的话啊也会提供相应的外包指导啊外包呃配配就业指导啊也会提供相应的就业指导啊像我们的一个简历的一个修改啊和我们的一个制作啊对我们那个企业面试试题啊对不对我们企业面试的一些技巧啊这些也是会提供的啊像我们的一个呃学员呃学员人均的一个 一个人均 对人均的一个月薪质啊月薪之待遇的话是8到15k左右 啊8到15k左右 对吧像这个的话啊如果说你接单的话啊接单的话一个呃呃月人均的话 是1000到3000左右三天左右 啊这是各位同学能够达到的一个效果啊就学完课程之后能够达到的一个效果就你所支付的学费能够给你获得什么以及你之后能够得到什么 那你付出了400多的一个学费啊就相当于你每个月的话400多的一个学费到你学完之后的话啊最起码两个月之后你是可以活得1000到3000的一个啊接单的一个收入 当然很多学员可能会担心说我零基础的话也能够实现一个接单或者说能够学会掌握吗 只要你干嘛呢零基础也可以跟着老师系统学习 也能够学会掌握 对吧你只要干嘛呢按时听课啊 按时听课啊按时完成作业 是吧认真的一个学习态度就可以了老师可以保证你能够学会掌握 可以保证各位同学能够学会掌握啊 ok啊这里的话恭喜向我们高明明同学通过微信支付许费300元成功预定报名Python全套高清聚课程获得我们分清免息的一个福利 然后获得我们这个余会名啊然后想要详细了解系统课程的话可以去加到我们近期老师的一个微信 Python1018去找他去了解一下右上角的话就是我们近期老师的一个微信维码如果说不方便扫码添加的同学的话也可以去找他的一个微信号Python1018去了解一下好吧 那这是我们近期老师的一个微信维码和微信号都给大家了 其实这个按时听课的话就其实就是干嘛呢坚持学习啊不要不要那种三天打鱼两天赛网的对吧你只要坚持学习就可以了 像按时完成作业的话就是多敲多练多敲多练是不是认真的学习态度呢就是不懂多问好吧只要你达到这三个点的话你学会相应的课程内容完完全全是没有问题的那必须坚持对啊你既然想学习的话想要之后去接单想要之后去就业工作的话那你肯定是要去坚持的对不对啊我今晚就把游戏去卸载了对吧你卸载游戏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干嘛呢因为我们所学习所教学的他并不是说一个什么呢 啊24小时都要去学着学习的而是一个张持有度的张持有度的项目算下来的话你平均就花个什么呢一天下来你花个两三个小时你跟着老师节奏去走就能够学会掌握你说老师我要把游戏直接卸载了对吧如果说你有这么大的意义你说学好之后的话你在玩游戏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对吧玩游戏有利于自己的一个身心放松 当你学到很多很累的时候对吧啊你也可以打两把游戏去放松一下这个也是挺好的老一结合嘛对吧但是你真的是能达到那种什么哎游戏我都卸载了我都不玩了对吧哎我我就一天二四小时去学习是吧啊说实话使读书可取但也不可取要在乎的是一个效率学习的话要注重方式方法有时候的话选择会比你的努力更重要 对吧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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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 再加上你自己的努力 那肯定会更好 一个是事半功倍 一个是干嘛呢 事倍功半 上网学习就选自由 那你可以去找我们的一个近期老师 去报名参加一下 那么现在还有同学在课堂吗 那么还在课堂同学 可以给大家签个道 我看还有多少同学在 像我们的佛凡同学 孙步群同学 喜同学 还有一个孟同学啊 那我们还有我们最后的一个七位同学了 好 只有我们这七个同学了 对啊 是不是只有这七个了 啊 九个同学了 啊 只有我们最后的这九位同学了 那么这九个同学的话 有没有想跟着老师去中学呢 或者说有没有想把Python学好呢 像我们孟同学啊 佛凡同学啊 还有我们宣华中的安 寂静啊 寂静 孙步群 对吧 还有天天学习 认真向上 对不对 还有我们这个喜同学 或者说你们也可以说一说 你们想要学习Python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想学刚家老师再了解是吧 好的 大学生在线补课 在线补课 就是学校里面教了 但没学好吗 我是可以这么去理解吗 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教了但没学好 教了 教了哪些啊 像这个大纲里面的话教了哪些 基础的话应该教了 基础教了吗 学的怎么样了呀 基础教了 帕尔松教了 数据分析也教了 那么 那么喜同学有没有 想系同学呢 现在学数据分析有数据挖掘是吧 可以可以可以 学的咋样了 像我们数据分析的话 那教的潘达是那么pypychase像数据分析的一些算法 还有我们的一个大品可刷大品可刷的一个制作 还有学校会教python的有啊 现在学校教python的还挺多的 但教的话都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 可能会比较简单一些 建议去cmd里面安装 不太建议用拍框啊 可以用cmd去安装 OK啊 如果有没有想学的话 可以去加我们那个近期老师去报名参加去了解一下 拍下老师说出问题 怕了怕了 怕了你就别用呗 像你做就是做开发的话 一般拍下是用的比较多的 还有vs code的话 你会用的话也行 编辑的话就看自己啊 编辑器的话 你使用的话看自己 但是推荐是用使用拍下 但你其他的的话 你用的6 你也可以用其他的 看你们自己的一个喜好 OK啊 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吗 关于我们的系统课程 关于我们的一个 python里面的一些课程 有什么问题吗 有没有 大家怎么不说话了 不说话后面的不东西不讲了 看你不说话我就下课不讲了 反正也没人在这里听 算了 点到为止吧 剩下的 剩下的直接系统课程里面自己去学吧 剩下的系统课程里面去学吧 对啊 教那么多干嘛呢 吃力又不讨好 对啊 付费学习里面东西全部都会教的 对啊 这些东西的话在我们的一个系统课程里面都会教教给大家的 也不用纠结 对吧 我记得孟同学还加过我好像 我记得你周六的时候还加了我的 但是 好像也不知道你加我是干嘛 就发了个老师你好 这是你吧 记得是二十号的时候加我的 好像是的 同一个图像 好吧 这案里就不讲了 这一早老师要录播吧 之前讲过的这个案例 之前讲过的这个案例 这个案例之前写过的 之前讲B站模拟登录的时候 做那个自动自动自动发送弹幕的时候 讲过这个案例 但是 谢谢观看 把这个给他取一下 这个 还是这个 这好像两个都可以 都给他取一下 超级音 import 直接用超级音频台算了 找一个 之前的话 有没有一些想要问的问题啊 之前的关于我们的课程里面的一些问题 有没有想问的 点上我们的一个保存图片 保存图片 恭喜一下我们这位 桂鱼枕头同学通过微信支付 学费300元成功 预定报名 Python全套高新就位课程 后来我们分期免息的一个福利 然后这个优惠名的话 有没有最后一个 想详细了解 报名系统课程的同学 可以去加一下我们的一个 进行老师微信 Python1018 去找他去了解 咨询一下 自己去找老师去了解吧 那 那给我们刚刚报名同学的话 可以刷个小线话 恭喜一下我们这 这两位同学 我们这里的话 可以稍微啊 稍微 给他应运行 看一下效果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要写个延时的 如果说你不延时的话 他会报错的 看见没 你不延时的话 他会报错的 跟我们前面的一个操作是一样的 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 还是同样的 要给他做一个延时的 给他延时一下 延时之后的话 这个是干嘛的呢 这个是截屏啊 把这个图片给他截下来 会散那么一下 散的那一下呢 其实就是截了一张图 对啊 就其实把这张图片给他截下来了 截下来之后的话 我们再干嘛呢 啊 可以对他去读取一下 好吧 单元一个open open的话我们这个验证码 还是一样的用RB啊 然后给他read一下 read一下 read之后的话 用我们那个超级音 是的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那个截屏 就把我们相应的一个呃 内容直接给他截屏结束来 然后再用我们的超级音去对他进行一个打码 去对他打码一下 把我们相应的内容直接给他传进去 我的一个账号密码呢 账号密码 账号密码 96001 把这个是他直接给你的他自己给你的 超级音 这个验证码挺难处理的 图片证码这个还好吧 因为我们先用相应的去给他去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我们是四个 四个的话 四个坐标 9004 然后的话他会我们把这个内容打一下吧 我们用一个什么呢 用个接接受一下 DNC 他会给我们返回相应的一个坐标啊 返回相应的一个坐标数据内容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坐标取出来 把坐标取出来之后的话 我们再进行一个什么呢 进行一个点击就可以了 那这里的话正在识别啊 识别完了之后的话 他会把相应的一个呃 坐标内容直接给我们返回出来 返回出来的话 我们把坐标数据直接提取出来就可以了 嗯 他识别这么久吗 这么慢吗 等一会儿啊 ok 那这里面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坐标内容 把这个坐标的话 我们直接给他取出来 因为这里返回的是一个 直接给他取出来 然后取出来 然后再进行一个便利 对吧 直接给他便利出来 因我们的这个 PSA 点上split 然后便利出来之后的话 他有两个 那我们也给他处理一下处理 一个是X X的话就是index点split 去什么 去这个逗号 逗号的话分割 然后取零 零的话是我们的一个X 一的话是我们的一个什么的Y Y 做标就有了 做标有的话 我们直接啊 用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动作链 用我们的一个动作链 然后直接去干嘛呢 from 设定 扭点上web driver import action 然后去做一个处理 对不对 然后的话我们直接 把这个据我放进去 然后 还会懒得写分开了 这一起写吧 男movie2 对吧 男movie2的话是在什么呢 怎么上面然后去进行一个系列的操作 我们是在哪里面 我是在这一个图片上面进行一个操作的 这图片 然后的话我们把什么呢 X我给他传进去 X X 还有呢 我们的一个Y Y 轴都给他传进去 然后的话进行一个点击 click 的 Y Y Y 她为什么Y报错了 她Y这里为什么不错了 看一下 他说我还不应该播出 他为什么一个黄色的呢 说我给的参数有问题 只需要三个 但是我给了四个 不是给了三个吗 给他分开写 点上movie 我们是通过元素 movie by element vsoft 然后呢给他一个img 然后呢再给他一个index 再给他一个index int y 点上click 点上 ok 这样的话他会自己点 点完之后的话 没有要前提确定 那他自己点了 点了之后的话 没有要点击下确定 那这个确定的话 啊就这一个 啊这个的话就确定 那我们就在后面啊 给他来个确定 ok啊那这样的话 我们点选就组完了 给他来个全屏 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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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录之后的话 解个图 解个图回锅肉 再识别 识别完了之后呢 自己去点 验证失败 为什么验证失败了 他没点对吗 这不是点对了吗 为什么验证失败 不过跟我们前面一样吧 还要做一个绕过机制 白之鱼肚 OK啊 那登录成功了 那登录成功了 关掉关掉关掉 关掉关掉关掉